完了一天的時間了 來這邊做個遊玩總結吧 目前排名到第五了 要拉戰鬥力的部分很簡單 除了掛關卡之外 就是針對攻擊力去進行強化就行了 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的攻擊力加56000% 我的戰鬥力是344793K嘛 那我們進行強化 變成688898K了 就是說不管你做什麼事情啊 還不如直接強化攻擊力是比較直接一點 而防禦力HP的部分啊 是不用強化太多啦 因為你在打關卡 如果你本身沒在損血 的情況下 你就先不用強化 也無所謂 目前打到15-1啦 但是我掛機 都是掛12-5這個地方啊 這邊掉落的其他材料比較多 那裝備部分啊 6星的紅武 等級上限就70等了 後面的關卡也都是一樣 接下來你就要透過合成的模式 去強化武器了 所以看每個關卡 它掉落的裝備是不一樣的 就可以針對 你所需要的關卡 去做自動重複掛機 來看一下夥伴部分吧 目前上陣都是四星 一開始覺得夥伴很有用 但是發現他們 基本上 在前級部分 都是廢物 後面就不知道了啦 反正現在 你沒有用夥伴也無所謂啊 現在派他們上陣 都是去送頭而已啊 那在夥伴啊 是透過 星級的合成 最高可以合到 4顆星嘛 4星以上啊 你要再進行進化 你就需要購買進化石 需要消耗1000鑽 後續可能要透過副本或者是關卡 來取得進化石吧 目前我都沒有拿到 以我現在玩一天的情況下 我不覺得你 去做夥伴 是明智的選擇啊 反正 給你的時間都是一樣的喔 各位有看到右上方嗎 你這個鑰匙你有三萬多把 我的建議就是 至少把鑰匙 耗到5000以下吧 所以做這些 夥伴加成強化都是徒勞 你看我剛剛加一個 攻擊力而已 我現在 戰力排名就拉到第四了 就感覺他夥伴做出來是特色啦 但是 形同虛色喔 還不如直接往 主角 人力值 去加就行了 那攻擊力跟暴擊力的取捨 你大概可以抓一下 因為暴擊力他消耗的黃金是很多的 所以你攻擊力可以點到 和暴擊力是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點暴擊力了 就這樣同時上去 你看我點一個暴擊力 他下一個要花的黃金 就要4000萬了 那你這個樣子的話 你再去點回攻擊力 把暴擊力拉到 90%以上就差不多了吧 夥伴成長部分 還有鑲嵌腐蝕 材料成長 到後面就是需要 相對應的材料 這個我已經體驗不到了 如果你本身 有繼續玩下去的話 到時候就麻煩你補充一下 關於夥伴的成長攻略 到留言區吧 副本部分 卡二絲之門 這邊就是打點數的啦 我們看一下裝備部分吧 現在我全套都是7顆星了 然後右邊這邊你可以看得到 我是打到6星70的裝備嘛 透過你不斷的進行強化 然後突破 就變這個樣子了 極限突破 再前往冶煉 冶煉需要材料 再凸 就像這個樣子 冶煉 再凸 再凸 再冶煉 這我要退油了吧 無所謂啦 就 全部用一用吧 再強化 金幣不夠了 靠杯 金幣不夠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把裝備賣一賣 販賣 現在裝備無法進行分解 有可能是 現階段裝備 還沒有到分解的必要吧 賣掉了 金幣應該足夠 去凸了吧 7個紅心了以後 到階段1最大了喔 下一階段就需要700多萬的黃金啦 這個再去掛一陣子就行了 總之啊 強化裝備就這樣喔 一開始都是6星的70等的裝備 也在往上合了以後 就變階段1了 它會呈現出來的就是 7星黃色的 然後你要把7星黃色強化突破成 7星的紅色 它就會達到階段1的最大 接下來可以透過合成的模式 準備合成史 就可以達到階段2的7星了 接下來再把它染成紅色就行了 然後再合成 變成階段3 就是這種模式而已 全裝備都可以按此模式操作 當你進行了強化了以後 你的裝備就會發光了 左上方這邊可以看得到 我有購買月卡 狩獵速度3倍 還有採礦 採集的速度 2倍 採礦採集的部分啦 外進去裡面採啦 就是給了一些材料 但我發現 初期用不到 前面兩天 你就掛機 把藥匙耗掉 為最基本你要做的事情嘛 剩下成長模式 等你把藥匙耗掉再說吧 因為你做了其他事情 還不如你去強化你的攻擊力 會更為直接一點喔 然後這是他的 特別商品部分 我買的是第一個喔 這邊大家過來還可以看得到 買這些就不划算了 我是這樣覺得啦 就不如直接買第一個就好 當你確定有要玩的時候再花 不然你還是別花吧 我看一下聊天吧 其實啊 文字禁言 還是有必要的 你看一下 因為你遇到像這種怪咖的話 就會造成喜瓶喔 那你其他玩家看到的感受 也不是特別好 從這邊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了 你不禁言的話 這種低端份子 就會不斷出現了 比禁言的話又無法太自由 很多人都喜歡打著言論自由 的便利性啊 做這些低智商的事情 總而言之啊 玩法部分就是這樣啊 也沒有什麼重點 最主要就是強化角色而已 夥伴成長部分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你可以不用管他了 好啦我把夥伴都編列進來 做個戰鬥給各位看嘛 開始 戰鬥的話 他呈現就這個樣子喔 右邊是 紅藍藥水 你可以透過 齒輪去進行設置 你有看到嗎 沒多久就剩我一個人而已 那些伙伴啊 都已經消失不見了 形同虛色 按照模式來看啦 伙伴你就算把他合到五星啊 他的強度也不會 變得太明顯了 你還不如直接強化他主角 看一下伙伴 現在還是活著的 被敵人劈一下以後就剩一位而已 不能說伙伴永遠都沒有用 但是能肯定的是 第一天第二天 你是不用去理伙伴的 你專心的強化你的主角就行了 那如果你克了月卡情況下 絕對是比 平民玩家 升得還快 因為你在掛機的情況下 你是用三倍數在掛的 這款遊戲也是一樣 在你的鑰匙還沒用完之前 你最好就是 睡覺的時候也要掛 有模擬器是會比較好的 我用的是雷電模擬器 這款遊戲整體玩法就是這樣 未來有相關的攻略 歡迎分享在下方留言區吧 至於 這裡有提到有人要一起打團隊戰的嗎 這個我有開組 但是組不到的 目前玩家實在是太少了 所以這一塊我也放棄了 本支影片 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